大公报社评 特区政府施政早已被批评 以而不决 决而不行 这些问题非但无解决 近年反而恶化了 变革意是势在必行 行政象官候选人李家超 将强化政府管制能力排在政綱第一位 与民意诉求高度吻合 政策主张借镜所现界政府思路 更是采纳民意的结果 如果这些主张一一得倒落实 政府的施政作风有望换言一身 李家超的政綱以民为本 充满服务香港 报效国家的情怀令人动用 引证它是香港需要 星岛日报写论 俄乌战争已打了两个几月 令乌国人民流离失所 欧洲地缘局势紧张 能源价格和良价暴障也祸害全球 然而战争和解变得越加渺望 此因美国有意拖偿战争 以重塑俄国长期军力 俄罗斯为求体面脱身 就威胁动用核武 甚或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逼美欧乌妥协 美国九合西方加大军门乌国 令俄乌战争持续 美俄双方犹如在岛桌上 不断加推筹码 怕既是最后各方骑虎难下 爆发擦枪走火事件 赔上全球人民安危 东方日报报道 外求增加公屋供应量 政府类被质疑为跑数 牺牲单位免绩以求达标 房屋住最近改变建屋方针 增加大单位数目 元朗近单季村 原本兴建约7400个公营房屋单位 现在计划提升大面积单位比例 但是单位数目减少至约6700个 预计2030和2031年分阶段落成 迟了两年 房处说由于工地范围内有两个股份 为减低以以道路对股份的影响 将调整公营房屋用地面积 同时计划提升较大面积单位的比例 所以修订单位数量 至于施工期和项目发展时间表 是为配合道路设计方案作出调整 文汇报报道 干澳院舍是第五波新冠疫情的重灾区 但随着香港整体疫情活和 有院舍考虑趁母亲截迹将来到 放宽探访安排 只要长者和家属已经接种疫苗 而家属的快速抗原测事情阴性 就可以进入院舍探望院友 有专家认为不少长者曾经染疫 短时间内再受感染风险不高 放宽探访对院友身心有正面帮助 但为免外地变种病毒流入 说回港者应该在抵港14日之后 并经核酸检测情阴性 先准到院舍探亲 将院舍爆疫危机减到最低 元朗田下路谋杀案 早前被捕的25岁男人 暂时被控一项谋杀罪 后夜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 警方并在疑空和女死者居住的单位 拘捕两男一女 涉嫌了之后发露撞尸体 案发在星期五清晨大约6点 25岁男疑空在元朗田下路 用板车拖着女死者 警方说接步到场的时候 发现板车上面有单座位的梳化 30岁女死者被人用被包着 头部也都包着保鲜纸 当场证实死亡 经过初步检验之后 相信女死者前一天已经遇害 肩膀以下手脚都绑上胶纸 全身有多处的乳伤 后脑怀疑有被硬物击中的伤口 伤脚也有被腐蚀液体灼伤的痕迹 死者伤腿的烧伤痕迹 是在皮肤上一条形状的 长条形的痕迹 那怎么造成 这个是我们的调查方案之一 至于你说的动机 是不是你说的那样东西 这个也是我们的调查方案之一 男疑犯涉嫌谋杀被捕 警方说她和女死者是情侣 住在事发地点500米外的村屋 单位里面有血迹 相信是行空地点 同屋的两男一女租客 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被捕 两男一女都是租客 他们有自己的房间 死者和男疑犯也都是并有一间房间的租客 他们平时的生活 是我们的调查方案之一 他们的关系 是我们的调查方案之一 据了解三个租客和疑空和女死者 属于朋友关系 案发的时候 相信三人都在屋里面 知道发生的过程 他们没有糾纷或者金钱问题 仍然调查疑空 为什么把女死者推到这么远的地方 无线议事记者在刘俊玉 一个女人在尖沙咀遇劫 损失60万 警方拘捕三个人 警方看口道对开 接获三个涉案男人 年龄由37到42岁 被带回警署 暂时未找回女事主的手袋 装有60万的现金 同一部约值1万元的电话 多个警员在场调查 追缺其他在途的匪徒 凌晨近两点 42岁女事主 行经尼敦道56号的时候 被最少6个外职男人抢手袋 久前间女事主背同手受伤 送丸致理 星岛日报报道 因应政府今天起 放宽非香港居民入境 并调整航班熔断机制 和旅客检疫安排 目前检疫酒店入住率 约6到7成 个别酒店今个月的预计率 几近爆满 第七轮子定检疫酒店有48间 当中大部分酒店显示 房间供应状况为紧张或者剩余很少 大约有10间酒店 目前大部分空档显示上有房间 个别酒店例如香港九龙维景酒店 只是接受6月5日后入住的预约 而乐富特东汇城酒店 只是接受5月31日后的预约 明报报道 为释放土地建屋 政府正是检讨湿地缓冲区规划指引 长春社去年年中起接连发现 缓冲区内的山贝村有填堂活动 最新发现两个约6个香港大球场大小的大型鱼堂 过去大约半年为而被调到废料 部分堂博属新建 最阔达到6到7米 为而有人违发填堂 并霸佔官地 长春社说那两个鱼堂 冬季有黑念疲劳妻色 但被划为乡村式发展 多年来受发展威胁 促政府检讨换冲区规划指引的时候 不应该倾斜为发展松绑 也必要畏惧生态价值的土地 划鱼堂平反 主动改划用途 而彰显它的生态价值 不过有电车和巴士相撞 三个人受伤 早上8点多 一辆电车沿着英皇道东行 在港列炮台山站对开 同一辆同系东行的116号九巴碰撞 两辆车一共有三个乘客受轻伤 意外后现场交通受阻 几个警员曾经尝试将巴士推走 最后由九巴派人将巴士驶离现场 意外原因仍然调查中 第二阶段消费券预料最快暑假发放 政府公布新增两款储值支付工具 给市民领取消费券 目标今年年中开始接受登记 新增的包括Payme from HSBC 和BOC Pay 而现在的四款支付工具 包括是巴特通 会继续保留在计划里面 即到时会有六款支付工具 给市民去选 政府早前说 第二阶段消费券 市民可以重新选择 用哪一款支付工具领取 当局说 在密色营办箱的时候 以后考虑了一男子因素 除了营办箱的相关经验之外 也包括工具的普及性 以及技术能力 筹备所需的时间等等 并征详了金管局的意见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随着市场发展 适合发放消费券的营办商数量增加 鼓励良性竞争 可以为市民和商户 带来更多的一位 进一步推动电子支付市场发展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劳工求福利局局长来志光说 力求在现界政府任期内 完成有关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草案 来志光在网接说 现界政府就加强劳工保障和修例方面 是历价以来最广最繁忙和成果封舍的一届 包括增加法定市产价和产价等等 当局会在今天月内提出条例草案 提高雇主和雇员职安建 违法行为的最高法则 又计划下个月中提交议案 大幅调升多项破欠基金 特为款项款额的上限 另外当局正是筹备在今年推出 工商雇员服康先渡计划 为建造业的工商雇员提供私营援诊 复康治疗服务 今天起过去14天 曾经在海外地区逗留的非香港居民 和本地居民的入境检疫安排相同 今早抵港的航班都是来自东南亚 非本港居民和本地居民一样 入境前需要完成接种疫苗 起飞前特酸检测阴性 和预定指定检疫酒店 抵港后接受检测代行 之后由指定车辆送去检疫酒店 接受强制检疫最少7天 期间接受多次检测 第二阶段电子消费券 预计最快暑假发放 政府公布新增两款储值支付工具 给市民领取消费券 目标在今年年中开始接受登记 首阶段5000元电子消费券 一共有4款储值支付工具 等市民选择来收钱 政府最新公布 在第二阶段 这4款包括巴达通会保留 而新增的两款 分别是汇丰银行的PayMe 和中银香港的BOCP 到时市民可以转平台 一共有6个选择 东局说在密式迎费 营办商的时候考虑了一蓝资的因素 除了营办商的相关经验之外 亦包括工具的普及性 和寄信能力 筹备所需的时间等等 并且征询了金本局的意见 汇丰银行说 PayMe的用户超过270万 三年前开始有商用版 到现在有超过 3万4千间的网上和实体商户 涵盖售卖日常用品的大型店铺 和中小型商户 现有多间电子支付工具 营办商也发声明 说会响应政府的呼吁 推出更多的推广活动 刺激消费 其中WeChat Pay Hong Kong说 截至上个月底 已经有15万间的本地商业用户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相关的营办商数量增加 鼓励良性竞争 可以为市民和商户 带来更多优惠 再一步推动电子支付市场的发展 母亲电视记者陈家印报导 记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